秦琼和程咬金的归降 那当然让秦王李世民 那是大喜过望 谁不爱财呢 这两个人的大名 李世民早就知道 尤其李世民特别欣赏他们武艺 尤其是他们骑射的功夫 所以等到这两个人归降了之后 李世民就把自己的骑兵交给这两个人 那么很快 这两个人就有了一次 报答李世民的机会 怎么回事呢 当时李世民派遣他们去截击 尤其晋德 尤其晋德那个时候 还是刘武周和宋金刚的干将 而且这个人武艺高强 威名赫赫 在战场上可以说是横行无阻 唐军都很怕他 尤其是此时 尤其晋德刚刚取得了一次大胜 就是在下线 俘虏了包括 这个 独孤怀恩 唐俭等在内的一系列的唐军 重要的这个将领 那么这阵唐军啊 在河东地区连续战败 士气也很低落 可是李世民这个人迎难而上 他心里头明白 尤其晋德这样的人 你必须压制住 他的这个气势 你如果压制不住他 这个军心呢 以后会越来越低落 所以呢 他就派出了 秦琼和陈晓金 对尤其晋德进行截击 而且您要知道 这阵这样做 李世民有他的胆气 原因很简单 尤其晋德固然凶猛 但是我现在身边这两个 一个秦琼 一个陈晓金 这也不是等贤之辈啊 结果果然 秦琼等人在这一战当中 打得非常的这个英勇 这是一场英雄 对英雄的这个战斗 最后 唐军获得了战术上的这个胜利 那么御迟晋德退走了 不久 唐军又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那就是大败宋金刚主力部队 导致刘武周和宋金刚 最后走投了这个突厥 而御迟晋德呢也被迫投降 那至于程咬金 他和秦琼一样 在平定刘武周宋金刚 乃至后来平定斗建德和王世冲的战斗当中 那都是非常的这个英勇 所以后来 秦琼也好 御迟晋德也好 程咬金也好 这都是后来林燕阁二十四功臣当中的人 而且 程咬金自打投降了唐朝之后 就改名了 叫什么呢 叫程之杰 就把那个特别具有乡土气息 或者是草莽气息的那个咬金两个字 就算是改掉了 紧跟着又有一员大将来投降唐朝 谁呢 罗世信 罗世信这个人呢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将领 一员猛将 他原本是随军的将领 跟秦琼关系很好 后来呢 他也是瓦刚军的这个大将 结果在瓦刚军失败了以后 他被迫投降了王世冲 当然了 咱们坦白的说 王世冲对他还是相当不错的 据说啊 王世冲啊 给他赏赐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 而且呢 王世冲啊 为了表示跟他的亲近 甚至呢 还与他同吃同住 但是过了不多久 又有一个人来了 谁呢 就是在落口桑投降 王世冲的那个丙元真 结果丙元真来了之后 王世冲给丙元真的待遇 跟罗世信是一样 这下子 罗世信恼火了 为什么呢 原因是他根本就瞧不起那个丙元真 丙元真 当时拒守着这个落口桑 是奉李密的这个命令 等到李密在战场上 被王世冲击败之后 李密率领军队退到落口桑的时候 是丙元真主动把落口桑献给了王世冲 而且引领着王世冲的军队过河 才导致李密最后的希望破灭 不得不走投唐朝 所以啊 在瓦刚军一系列旧将的眼睛里看来 你这个丙元真 纯属卖主求荣 您可能要问了 那你们不也有好多人都投降王世冲了吗 但是这样子 这些人是这么看的 他们觉得我们投降王世冲啊 是因为力趋而降 不得已 你啊 你是主动行为 所以他们都认为啊 丙元真是个小人 瞧不起他 这回好了 你王世冲给了丙元真的待遇 跟罗世冲一样 那罗世冲能满意啊 他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侮辱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彻底的逼返了这个罗世冲 我们这里就得说一下这王世冲这个人 王世冲这个人呢 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重视人才 尊重人才 实际上他根本不懂 人才工作的核心 人才工作的核心不是利益 人才工作的核心是感情工作 这才是关键 但是呢 我们这位王世冲 往往干出一些伤人心的事 而自己还浑然不觉 你比方说 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当时啊 就是这个罗世冲 有一匹坐骑 这个马呀 长得是高大威猛 很漂亮 结果 王世冲的侄子 就是这个赵王 王道荀 这小子 他看上这个 这匹马了 他管罗世信来要 其实你要 照着一般的谄媚之徒啊 那家伙巴不得呢 皇上的侄儿来管 我要这个马 那么赶快献上 以求媚上啊 但是对不起 罗世信不是这种人 罗世信 性格耿直 当场就拒绝了 王道荀 这小子 他不甘心 他反过头来 去找王世冲 结果王世信 强行命令 罗世信 把这个马 让给了 王道荀 好 从这个时候开始 罗世信胸中 就燃起了 熊熊的怒火 而且他也下定决心 要脱离 这个 王世信的 正政权 要投向 李唐 而 王世信 有意思的是 王世信 竟然对于 罗世信 这个情绪变化 可以说是 一无所知 就没有察觉 于是他还派遣 这个罗世信 干什么呢 去攻打 古州的 这个唐军 结果好了 罗世信 这回得着机会了 出了洛阳城 来到前线 驻扎下来之后 罗世信 在军队当中 挑选了 一千多个 自己信得过的人 然后跟着一起 投奔了唐朝 好 好 好